屏東縣議會議會協助物台大五部落推展觀光 由議長周典論理軍 率原住民議員入山探勘 縣府原民處長伍立華 物台廂長杜振吉等人也入山了解 由大五部落族人駕駛四輪傳動的車輛接駁 在步行溯溪進入到最名人的五彩岩壁區 非常好非常好 我也看過這個 你也看過這個 這真的非常財富的東西 這我剛剛在車上跟我們廂長講 是不是來拍一個我們物台廂長影片 要以這個拍遊戲的為主題 這我真的值得我們去拍 高雄的五彩岩壁與清澈見地的溪水 相映成先進般的角色美景 周典論認為值得推廣 不過要如何在發展觀光 與生態保護間取得平衡 物台廂公所希望能實施總量管制 限制入山遊客人數 那當然我們會擔心的是 雖然還沒有開發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夯的景點 所以很多的遊客會進來 那目前是由大五部落的族人自行組織 一個整個生態的這個維護的一個組織 那你要進來一定要透過部落的機制 目前是正在往這一天當中 不能超過一百人在那個方向 行的去做規劃 為的是整個生態的維護 杜鎮吉表示為了讓美景及文化永續 物台廂大五部落希望能爭取 列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未來能透過總量管制 由當地解說員帶隊以確保旅遊品質及安全 原民處長武力華則表示 部落推展觀光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合法化 未來先考慮由地方訂定自治條例 福島地方的交通接駁及住宿 其實公部門還是要給予很多很多的協助 尤其是我們當我們在推生態導覽觀光的時候 有非常多是跟法令抵觸 那像那些觀光發展條例 它比較適用於外面的一個觀光形態 然後針對一些旅行社的經營 可是像我們這些部落想要走生態旅遊觀光 它還是非常多非常多需要去配合 因地質疑修改法令的地方 那其實沒有親自走這一趟 不太容易去感受到說部落的努力 跟他們面對的困境 阿游西密近在網路上爆紅後 入山遊客越來越多 這兩年已經開始有人做起旅遊生意 目前部落有近30輛四輪傳動的接駁車 一日郵城含車資及餐費保險等 每人收費1500元 但也有人從河床自行前往 不過實在太危險 除了有迷路的風險 去年還曾傳出遊客遭溪水沖走的意外 因此地方希望未來能透過總量管制 由當地解說員帶隊 以確保旅遊品質及安全 評論新聞張如意留近日中採訪報導